有疫苗就趕快打吧 其實就在我們錄影的同時 在我隔壁的這位洪素清小姐 已經接到了1922的通知 你是登記那個50歲以上 然後已經通知說可以去施打了 因為前三個禮拜是AZ嘛 對不對 好 因為我是第十類 那這一次可以登記預約的是第九跟第十類 那我之前就先上網去表明的意願 就是我不挑 反正不論是AZ或莫德納我的願意 那指揮中心有時候好像今天開始會陸續發送簡訊 沒想到這麼快就已經收到簡訊了 那就直接跟我說我只要再去登記 我要在哪裡施打 綁定了地點之後就可以去打 可是重點是大家都會很歡樂 像劉富柱他去打之前 他也覺得說有點擔心要打不打 結果後來他覺得倒是有一些法寶方法 是像我也有點喘忐忑不安 後來想說他們兩個都打過 應該沒有什麼好緊張的 但是呢 有些老人家怎麼樣增強他的信心呢 你看像劉富柱我們的歌王 他都80歲了 他80歲也去打完疫苗了 那他說他之前呢其實最早是收到AZ通知的時候呢 覺得他的家人覺得說還是緩一緩好了 那後來看到莫德納他就覺得這次要鼓起勇氣去了 那去之前他也覺得要做好自己的準備 他本來平常晚上都有小酌一杯的習慣 那為了把自己照顧好最完整的狀態去打疫苗 他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疫苗前五天他都沒有喝酒啦 停止喝酒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平常可能也喜歡吃辛辣的這些東西 所以這段時間他也既吃辛辣不吃刺激性的食物 那最後呢他保養的方法就是他因為透過一些 拉筋的舒緩的運動讓自己那段時間身體更健常 而且我覺得拉筋活動可以保持自己心態更平靜 那這三大招之後呢他去做了疫苗的施打 而且看起來現在狀況還挺好的呢 所以這三招是不是大家在打疫苗之前都必須要遵守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劉大哥他蠻聰明的 他雖然這三招我猜是他自己覺得這些會對他的疫苗的保護力 或是他對他的心情會有影響 在美國有一個叫功能營養醫學會 他們是一個協會是專門在討論說 我們除了做一些藥物上的施打以外 我們還能自己對自己做什麼 他裡頭其實就有提到了一個特別的區域 是講打疫苗的前幾天 我們可以做什麼心理準備跟什麼事項是你要留意的 第一件事情很有趣 他就是說請你保持著放輕鬆的心 因為確實我們在壓力大的時候或許會讓我們的身體 產生其他的副作用這個是不可預見的 假設今天我已經接到了這個可以施打疫苗的通知 然而最近的我正在因為另一個感染而受到一些損害 例如我泌尿道感染 例如說我其實雖然我不是這個新冠肺炎 但我其實有一點感冒症狀有發燒 當你本身現在的狀態是有感染跟發燒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知道打疫苗會有些副作用 你感染發燒 他也會有他的一個病程流程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感染發燒的人可以延後施打 我會建議他延後施打 不發燒不發炎了再去打 對因為他可能會讓你這個本來的病情無法預測 你會以為你的高燒跟這個疫苗有關 結果你的病情就被拖延到了 所以這幾個動作在我們在施打前的時候可以留意 另外有些人是已經預約了 可是他還沒有像肅清節已經打到了 已經可以確定可以去打了 那你在前面的這段時間 我們還能多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從我們的營養食物中去攝取 我這邊提到幾個大家比較可能比較少聽到 但有聽過的 他們有提到分幾塊 一塊就是我們要怎麼多補充免疫力 免疫力的部分的話 在蛋白質其實一直都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們的蛋白質不管是豆類的製品 蛋奶魚肉都是OK的 另外有提到一些比較特別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營養素 我講幾個給大家聽 他對支持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是有一些幫助性的 胡皮素 這個薑黃大家可能有聽過 兒茶素 骨光甘苔 我們在講這幾個東西 對應到現在大家在煮的食物裡頭可以吃什麼 胡皮素其實最有名就是洋蔥 那洋蔥其實他可以加入很多的料理裡頭 所以我覺得大家平常可以吃 而茶素最簡單就是綠茶 你在家裡就可以泡 我們有時候泡喝水你也覺得無聊 你總不要一直都去喝破泡奶茶 你就改喝一點點的綠茶去做搭配 薑黃大家比較知道 那那個骨光甘苔比較特別的是 現在我剛剛還要特別確定跟民友大哥問 骨光甘苔對於有一些特殊食物裡頭是有的 例如蘆筍 例如酪梨 這剛好都是現在的食物 所以大家在料理的過程中 你不妨把這些我們說跟你支持身體營養素有關的食物 加進你的生活裡頭 我覺得你其實慢慢給自己加分 都比你在那裡乾等來的更心平契合一點 所以今天王老師平常在家裡頭幫家人做 今天要來教我們做這個免疫好料理 好的 防疫期間我們在家要多做一點 像欣梅醫生在建議的 找一些好的食材 做出一些可以提高全家人免疫的料理 但是這一陣子我發現 周遭親朋好友已經煮得怎麼樣 就啊 變不出花樣了 像我前兩個禮拜很認真喔 對 後面有時候就不知道怎麼辦 臉書大家都看前兩個禮拜都照食譜書做 到最後卵七八道理就要 當然那個他沒有剖出來 所以真的要簡單輕鬆上菜 這是對我們家裡一個媽媽 尤其長廚的一大很大的考驗 那我今天分享一個很簡單 用多功能的這種調理機 我一機搞定 一鍵搞定 全部讓它有喝的 有蒸的 主食剛才講的好的蛋白質 五穀雜糧 全部都有 全部都出來好不好 那我們就準備這個調理機把它打開 像我今天準備先打一個這道堅果五穀豆漿 剛才講的都會好的油 蛋白質 五穀雜糧 都在裡面 那我準備這個30公克 我要強調 越簡單越方便 家裡才做得久 所以我這沒有泡水 只要洗乾淨就好了 這30公克倒進去 等下全家人就可以喝到四杯 哇 這麼好喝的 真的啊 可以到四杯喔 對 那這個是糙米 大概20公克 這也是沒泡水 乾乾的 我就把它直接丟進去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發現 連小朋友他都會操作 這樣就很簡單 那好的 油脂從堅果來 我們大概這個是10到15公克就可以了 那當然甜分我建議大家打完 你要加一點好的黑糖 這些椰糖都可以 那你就把它蓋起來 那這樣子全家人喝的五穀 這些豆漿都有了 你沒有加水喔 不用喔 那還有一個 那你是不是還要喝的 總要早餐也要煮食嘛對不對 那它這個又有 這個所謂的雙重的蒸香 我覺得很方便 邊吃邊蒸一次搞定啊 這樣媽媽就全部端出來 一下就上菜了 那剛才講的 我們要吃一些主食類的五穀雜糧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一點玉米 我們把它放進來 對 小朋友很喜歡 那我們用一點地瓜 對不對 真的可以一次搞定 真的一次搞定喔 那我們把地瓜給它鋪進來 那另外呢 像南瓜對不對 我們把它切了 有的連皮 如果不能連皮 你就把它削皮 我們把它放進來 那另外好的這個 蛋白質來源還有一個 我小朋友很喜歡吃蒸蛋 喔 有 我小朋友很喜歡吃 那你看你用一點昆布啊 香菇高湯 大概一顆蛋 對兩倍的這個高湯 打一打 加一小匙的醬油 你看有一些蔬菜好的 點綴一下 你就給它放進來 這樣媽媽會擺吧 所以你一個蒸香 其實已經好幾道菜了 又是蒸蛋 還有那些根莖類的 我的五穀雜糧 優質蛋白質 蔬菜水果都一次搞定 那蔬菜呢 你看 總要吃一點高鮮蔬菜 對不對 彩虹蔬菜 你可以當季的 剛才講蘆筍也很好 可以蒸的這些根莖類的 可能葉菜你可選一下 你就把它這個是玉米筍 這也是瞬間蒸熟 就很好吃了 你就把它放進來 好 那這樣把它放上去 所以它要蒸肉 蒸魚也都行 對不對 對 你就把它放上去 那當然它下沉的水分比較多 你要保濕的 蔬菜類的 那上層熱氣比較強 所以我們這些根莖類 五穀雜糧來放上面 連蒸蛋 這樣蓋起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你看我們這樣不到三分鐘 對不對 那只要一根手指打開 我們銀瓶把它按到這個豆漿 對不對 這個真實的 我們把它按到這個蒸蛋 這樣會好嗎 這樣按下去 好啦 感覺超簡單的 就可以去刷牙 洗臉 穿衣服 等一下吃完豐盛的防疫早餐 我們就可以該上班的上班 該上課的上課 所以我都以為王老師是暖男 然後常常看他擺了一整桌 原來是用這個頭吃飽 沒有啦 趕時間的時候 有時間週末假日才好好 慢慢做早午餐 可是他至少可以吃到 各式各樣的食物 所以他可以至少做一點變化 或者是給你家裡的煮飯的人 偶爾休息的時間 而且跟你講輕鬆 心梅醫生你有小孩對不對 對 我問你煮完誰要洗 對啊 總不可能叫你小孩去洗吧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我之前還看到一則說 媽媽煮都沒關係 可是要有感謝 要有擁抱 要稱讚 還要有人洗碗 洗碗還簡單 機器有沒有 又有鋼刀 又有什麼的 他這個又強調 他是很破壁高馬力 他可以瞬間打手 所以喝起來 你看生的豆跟這個 生的豆 生的五穀米 給他喝起來很滑順 而且不用濾渣 還不夠多 那最後你知道這些殘渣 很難洗對不對 這好的機器是這樣 他高溫蒸氣 他可以瞬間幫你清洗 高壓清洗 不用手洗 對 高溫殺菌 然後全部自動排出來 所以你打完就跟他一樣 全部都像新的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穿好這個 衣絲桃 對 就可以去上班 你根本不用你去洗它 你只要把沸水盒 把它沸水倒掉 就完成了 哇 煮好了真的是熱騰騰的 對啊 你看這個五穀豆漿 當然很難相信他是用生的 沒有泡過水去打出來 哇 喝起來口感真綿密 都不會這樣滑幾滑幾滑的 你看那個地瓜南瓜 哇 很蓬鬆的 那個蒸蛋 哇 真滑溜 青菜都沒有變顏色 我覺得這樣很方便 好 廣告之後我們還要繼續來看 現在打疫苗很重要 可是有好多傳言 比方說打完疫苗不能揉 容易血栓嗎 或者是老人家打疫苗 不能夠插腰 居然會傷到揉神經 馬上回來